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这马上新年到了 先提醒给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特别是在海外的 很多人都是家人不在身边 要照顾好自己 这期节目再来聊一聊 在美国的丁胖子金牌讲师 他国内的号被封了 我来看一下 丁胖子金牌讲师 你看看 587万次赞 然后101万粉丝 然后他给自己的一些封号 海外孤中 洛杉矶太手 火锅真好吃 美式劳改药饭创始人 揭露美国黑老板第一人 美国黑老板支付加法执行人 截至美国 然后看到 用户因违反社区规则 被禁止关注 然后再看一下细节 该账号异常 关注失败 你看每一个视频 都是多少观看 170万次观看 100多万次观看 现在就是说 被国内给封了 封禁了 咱们来聊个123 首先第一点 就是这个人嘛 这个现象 刚开始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 什么举报老板 给FBA打电话 觉得这个手段确实是很恶心 因为我是一直以来觉得 这种举报文化 是一种非常肮脏的文化 这是理性上 你就分析这么一个事 讲道理 这个事很恶心 但是呢 你看他在美国要饭 我对这个人 我始终我恨不起来 真的 那很多人说 老黑你这么一个恶心的人 你居然恨不起来 你居然不恨他 我跟你讲 我为什么不恨他 我说不恨他 有这个逻辑支撑的 就是说我在他身上 我看他要饭 我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 我这个幸灾乐祸 不是说他落难了 我幸灾不是他的灾 是谁的灾 美国民主党 因为在2020大选过后 有一大拨人跳出来 给拜登洗地 说拜登民主党 政府好 照顾弱势群体 拜登上台 更反共 会更加的制裁中国 这样能够刺激中共解体 是吧 很多人都是带这么一个风向 实际上我说了无数次了 嘴皮子也是磨薄了 然后是好话说尽了 说这个好日子你就等着吧 大引号 拜登上台之后 这个世界好不了 你看看 俄乌战争就不多说了 八野冲突也不多说了 什么洪海 胡塞武装 拦截邮轮了 这也都不多说了 这都是美国之外的事情 就说美国之内的事情 民主党上台之后 所谓的难免政策 开放边界政策 是吧 移民呢 如果说是通过正规途径的移民 你不管说是投资移民 还是技术移民 结束人才移民 这都是一个高净值的人流入美国 能够让美国这个国家更加的繁荣 更加的欣欣向荣 这是好事情 合法的移民是好事情 或者说 哪怕说是通过办签证 你飞到美国去 你黑下来 你踏踏实实的 靠自己的劳动力 去闯吧 熬吧 这也是一种生活 但是这种太过于随便 随意 每天都一万多人涌进美国 这对于美国是多么大的伤害 美丽的国家 脱口秀演员怎么说的 我们给美国起的名字 比中国还好听 都冲着这么一个美丽的国家去了 结果你看看都放进来什么人 这里不光说黄种人 就不说像丁胖的金牌奖是这样的人 南美洲拉丁美洲 墨西哥那边 在这里也不说墨西哥人 墨西哥人也很勤劳的 你看墨西哥那些什么 那些什么毒枭这些剧 说当地的黑帮怎样怎样 其实真正那些大多数的墨西哥人 非常的勤劳 我也不想去黑墨西哥人 但是像墨西哥以南 那些国家确实贫穷 墨西哥 洪多拉斯 威地 马拉 厄瓜多尔 这些 萨尔瓦多 哥伦比 这些国家确实穷 穷则生变 很多人都想往美国跑 在这里 不光是丁胖子 丁胖子 这个讲师 有多少人 没有专业技能的人 或者说有多少那些什么 黑帮分子 人贩子 贩毒的都掺进去混到美国去了 这对美国造成多大的伤害 难受的 就是说踏踏实实工作的 然后踏踏实实交税的 他们是最倒霉的 我昨天我还看一个笑话是怎么说来着 说一个在美国住house 所谓的独栋别墅的人 收到了税务局 还是什么单位寄过来的单 具体是哪个部门 我就不用牺牲了 就说你这个房子按照估值值多少多少钱 按照地税的比例 你得交多少多少税 然后房主一听就不乐意了 就找他们去理论 我这个房子不值这么多钱 然后人家说你这房子就值这么多钱 你就是交这么多税 那个房主就理论 好 你说房子值这么多钱 假如说就值100万 我要是交百分之一的税 你交1万 我可这比租房子还贵呢 我租一个小单间 一个月700块钱就可以了 但是我交税一年平均下来的 一个月里交1000多的税 就按照这个举例 他说你说值100万 我100万卖给你 那边政府说了 我不要 9折 9折我也不要 8折不要 7折不要 好吗 你都不要 说明我这个房子不值100万 政府就说了 你这个房子就值100万 你就得按照这个比例去交税 这不是耍流氓吗 为什么要加税 那是为了拉票仓 那是为了像养这种 像丁胖子 金牌奖师 以及那些众多非法移民的人 而且呢 像丁胖子金牌奖师 他去叫饭 他还有自己的理论支撑的 又要到饭了 兄弟们 谢谁啊 谢老佛爷 老佛爷当年是根子赔款 赔给美国了 是吧 这是我市场来吃你 当初你剥削中国 是吧 他有他的这个理论 理论基础 是吧 你说他厚颜无耻 你还要说他恶心 人家就是这样去开拓一个新的市场空间了 他就通过这种方式来去磨 来去就是说 以恶之恶 坏人自有恶人磨 这是一点 还有要补充的就是说 在美国呀 或者说加拿大 或者说整个欧美世界呀 就是说一直这种江湖规则 我说了多少次啊 江湖规则 就是我一直以来 我都知道这大黑工啊 特别的苦啊 所以说黑工 你就是但凡在国内能活下去的 你犯不着去受这个罪 你这么多人一去了 就卷了 黑工你找到的工作 老板呢 他想 税收也重啊 首先你站在老板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他们做生意 他们交税 税收确实重 但那么他们想要给自己和家人更好的生活怎么办 那必须在黑工这一块做文章 那我只能够说你来为我工作 你一个人你干两个人的活 我就能够省一个人的工作 我每月我就能够多成多少钱 我给你发现金 我又在做账这一块 我就能够给你省多少钱 你从这个老板的角度去看问题呢 利益上是理解的 但是方式上又是特别的痛苦的 对于黑工来说 他们这种工作体验又是十分的难受 这是一个江湖规矩啊 如果说之前美国他没有开放边境 让这么多人进来 或许这种江湖规则呢 还能够维持得下去 但是现在黑工越来越多 越来越卷啊 那么老板他就是可以啊 他选择性就可以更多啊 之前呢我可以就是说 就是一天让你干十个小时 现在我可以要求你一天干十二个小时 那你不干有人干吗 那这个时候就出来一个丁胖的金板奖师 我就不惯着你了 我就要把这一层哲求布给撕下来 我就要把这个灯给挑明 大家都没穿裤子 我现在我也不穿裤子了 但是我也让你们这老板也不穿裤子 把这个江湖规矩给大爆于天下 你通过丁胖的金板奖师 你也能够了解到啊 这整个欧美世界啊不是那么好混的 不是那么好混的 就是说 就跟国内看亮剑似的 第一次看亮剑觉得很过瘾 但是后来再看 你演员你拍的再精彩 你拍的人物刻画性格 演的再传神 但是都是假历史啊 就看不进去啊 那包括现在的好莱坞 我打骗也是 国内的朋友你们还沉浸在好莱坞 我打骗你们吗 现在你要让我去看 我也看不下去啊 这是太假了啊 就是说把这个美国呀 血淋淋的一幕 被丁胖的这个金板奖师 这个人啊给撕下来 其实他不姓丁 丁胖的小管 那是丁胖的这个广场的这个这个由来啊 这第一点啊 第二点呢 是什么呀 就是他在美国呀 他不用交税 自由自在 你要是去观察一些人啊 流浪汉 他们无忧无虑的 他们好像很快乐啊 为什么很快乐 他们不用去担心什么账单 不用去美国去做账 真的不用交税 就可以说是非常的舒服 说到这里呢 很多人就说呀 作为一个纳税人 你不是应该交税的吗 是我是应该交税 但是现在税数太重了呀 我不断的拿俄罗付来举例子啊 就是说在欧美国家应该有的这个福利啊 俄罗斯呢 只多不少 但是俄罗斯找老百姓呢 只征收13%的税 但是欧美国家呢 找老百姓征收税呢 是35%起步 就等于说欧美国家基础的税率是俄罗斯的三倍 但是福利都差不多啊 那还说这个俄欧战争这一块 俄欧战争这 如果说再继续打 打成这个世界大战啊 那大不了这个俄罗斯找国内这个老百姓征税 再多征收一倍也不过26% 但是俄罗斯的国防预算就能够增加四倍 能够增加四倍啊 那如果说欧美国家要想跟俄罗斯打仗的话 在本国如果说再要是把这个税收给翻倍征的话 那就是百分之八九十的税了 那欧美国家肯定会出事崩溃肯定的 这就说明啊这个欧美国家税是很重的 像丁胖的解码奖师呢 他就不用交税 他就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啊 自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啊 也不用去承担什么家庭负担啊 这个他你说他活的通透 那不如说这是呃用具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啊 这个树没有皮必死无依 这人不要脸是天下无敌啊 那这就是说他可以活得很很舒服啊 很自由自在 那么再说第三点啊 有人是怎么说 说这个丁胖子经常讲说 要饭都能够爱要发财 呃我仔细想了一想啊 这个要饭都要发财啊 这是一个伪命题啊 首先如果单纯的要饭永远发不了财啊 因为你去救济站 他给你吃的啊 他给你发放一些生活日用品 又不是钱呢 你要是指望着这个发财 这个永远发不了财 而是通过要饭 他的增值部分是什么呀 要饭的增值部分就是一个做媒体做流量啊 这才是他要饭能要发财的一个啊 本质的问题 就是通过要饭啊 把它作为一种叙事啊 炒作啊 蓝海空间 你看这里他的介绍啊 美式要饭创始人 他是创始人呢 创始什么意思 我是第一个之前没人敢这么搞 我是敢第一个这么搞的 中国之前有三合大神啊 干一天玩三天啊 但是跑到美国来来要饭的 而且还这么光明正大的啊 做频道的 你这是第一个人啊 揭露美国黑老板呢 他也是第一个人啊 之前没人敢揭 如果说谁要是敢去公开揭露 就不要混了 就不要混了啊 所以说这就是给人们的精神生活 就带来了一个新的叙事 从媒体运营来说 是一个新的赛道 然后呢 这就有了新的流量 流量密码就被他掌握了 现在这个情况吧 就是说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这个新的蓝海空间啊 很多人都想复制 除了他还有另外的人 也开始去拍这个美式要饭的视频 开头也来一句 又要饭了兄弟们 然后呢 走哪还说 你看大别书大别书 说的都是一模一样的话 但是呢 就换了张脸 说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新的市场空间 这才是所谓要饭要发财的本质啊 你看看他这个订阅啊 国内百万订阅啊 国外又是很多订阅 每期节目都是大几万的观看 收广告费或者说赚打赏 已经能够让他过上一种 这个中产阶级的生活了 真的 现在就目前现在来说 虽然说国内的号被封了 但是他国外的油管号 如果说没被封的话 那个广告费是很厚道的 很丰厚的 甚至说他银行里面 已经有了很多钱了 但是呢 这个饭碗 我得继续端 我继续保持 我不洗脸 不洗澡 让脸上污垢 腿上的脚上的泥 胳膊上的泥 这是我的人设 得让大家每天都能够看到 我脚上的泥垢 脸上的泥垢 是吧 还就是说 这叫不忘初心 可能哪一天真的赚到100万 200万 300万了 那个时候把脸上的泥垢一洗清楚 然后洗干净之后 真正的住上大别墅了 不好意思哥们 其实我早就能够买得起大别墅了 只是之前饭碗我得继续去要 就是说这个媒体 做媒体 那好的 咱们再说到最后一点 就是说他这个国内这个号 为什么会被封 其中一点就是 你看到这个被禁止关注了 一点就是给国内 传播出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跑到美国要饭都能够要出名 跑到美国要饭 不是说因为要饭而发财 而是做频道能发财 这会引导更多的人跑到美国去要饭 或者说将来跑到德国 跑到英国 跑到意大利 跑到西班牙去要饭 然后一边要饭一边拍视频 它会造成这么一个宣传效果 会有更多的人跟风模仿 这是一点 第二 这传播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 这同时也是就是说 中国跟美国所有的政府阶层 他们都共同不希望看到的一个现象 你们都要饭了 你们都躺平了 你们不工作 不纳税了 我们政府怎么去盘剥你们 这对于政府来说 这个韭菜它觉醒了 我税都不交了 我就不创造社会价值了 这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 你不说彻底自由吧 相对来说 真的比我要自由 比我要自由 我赚钱我里要交税的 我还要交房租的 这也是政府希望看到的 你们这群韭菜 对于中国或者说是全世界政府阶层来说 所有的老百姓是什么呀 都是税奴 税奴 交税的奴隶 真的 既得利益阶层 他们都不用交税的 真的 什么国会的议员 什么公司的高管 企业的CEO 他们一年交的税 可能比我还少呢 可能比我还少呢 人家自己建立一个什么基金会 建立一个什么慈善组织 把这个名字挂到自己头上 所有的钱打进去 税都不用交 但是作为一个基层的老百姓 政府它设计的规则 就是要让那些收入 占到非常低的阶层 要让他们保持贫穷 要让他们保持照张纳税 要让他们既当了税奴 还要心甘情愿的去享受这种生活 怎么就享受呢 给他们开发一系列的这些什么娱乐产品 什么抖音 什么短视频之类的 买头乐 或者说是廉价的影视作品 奈飞 这些 是为了让老百姓都当税奴 而当的心甘情愿 包括我的节目 很多人都说 包括一个马达里的一个大姐 她人特别好 她三番五次的嘱咐 我说你不要聊税的问题 你聊税的问题 别人会觉得就是说你不想履行这个社会责任了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大家都是税奴啊 税奴啊 像这个丁胖的节拍讲师呢 他就是不当这个税奴啊 这也是让所有的政府就等于说你啊 你要是都这样的话 老百姓都不愿意纳税的话 那政府去攀剥谁去 所以说也不奇怪啊 在国内啊 能够把它给封了 嗯 它不仅不符合美国的主流价值观 也不符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英 和英24的价值观 被封不稀奇啊 被封不稀奇 好吧 今天这期节目呢 就先聊这么多啊 过年了嘛 希望大家都能够跟家人好好在一起啊 开开心心的过节好吗 那就先说这么多 感谢大家 这一节目再见